8月25日在被爆撕联粉丝并恋爱劈腿后 黄旭希在网上晒出手写信道歉 她表示自己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并承诺会中断所有活动进行反省 26日第一位爆料黄旭希的韩国粉丝再次发文 继续实锤黄旭希的各种恶劣行为 她表示和黄旭希第一次恋爱的时候 就算是生理期 她还要坚持发生关系 谈了几个月后黄旭希对粉丝说 还是想把她当朋友 以忙为借口说要分手 但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黄旭希再次联系这位女粉丝表示 有空闲的时间了 又想要恋爱了 所以开始了第二段恋爱 这段恋爱过程中正好爆出陈结婚生子的消息 黄旭希还对她说 有了孩子当然要结婚啊 我们也这样吧 洛卡斯还说自己在学生时期遇到了不好的朋友 去了按摩店和中国女性发生了第一次关系 GSM之前在香港还会跑去打群架 看完这篇文章确实让人震惊 之前爆料的那些行为已经让人大跌眼镜了 没想到还有更恶劣的 网友们也都表示非常愤怒 留言喊话让她退队 不要连累队友 不过组合的活动还是受到了影响 本个25号和黄冠亨的单曲姻缘也暂停了发布 对于她承诺的深刻反省 真的要好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吧 也请艺人们解身自好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 爱豆韩瑜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瑜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哦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